其实他之前,你看我在做这个什么杨总伟的 你在做那英的关系 他也没闭我过啊 他没闲子的啊 是啊 对啊,那您就是一直难缠啊 我今天来沾沾喜气 哦,因为您自己的出不来嘛 对对对 说不定 诶,说不定 那会就胜了 对对对,就是 那也很开心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看起来 其实他,我会的 他都会的啊 持取创作 制作 所以呢,我们两个越来越多 聊这个地方 有些他也不会啦 爱上女歌手他不会 哈哈哈哈 谁知道你跟他讲吗 哈哈哈哈 没有,你敢说 好,对对对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刚才说你性感的小朋友 是不是指他在音乐上的一些pose 你不是形容过他抱吉他的样子很sense 抱酒呢 抱酒就像酒鬼 要这样子 因为我们其实并不只在于不是说有很深厚的私交啦 可是因为我我的生活圈子比较小所以我认识的女歌手其实比较少 所以跟Tanya就是会,而且他谈我的琴嘛 所以就会有比较多机会在一起聊天 聊音乐,聊人生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他的性感是多方面的 他不只是 所以我看他 除了他的天分的部分 他是一个 他就是一个 他可以一下很artistic 不是一下又很那个就是很居家 是这样子 所以我还是煮过宵夜给他吃一样 有 真的啊 我给你拍一下 对对对 好吃 煮什么,你煮什么料理给我们这个柴铭 呃 鲑鱼 鲑鱼啊 然后还有面 就是pasta 哎呦这么厉害 对 就我们一堆女生我们才有大哥 然后就喝酒 然后突然间到 半夜十二时 饿 十二点 对 我们都饿了 然后大哥就说好 看一下厨房有什么东西 真的啊 然后哭哭哭哭他就动了 这真的是很难对 然后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很好感动 因为杨中伟都说李宗盛不跟他吃饭 哈哈哈哈 没 没有啊 他变得厚子薄饼 然后你怎么煮国语 煮意大利面 杨中伟约一吃饭就说我们家带小孩 对不对 我讨问他要吃饭就这样 你整天都吃五年了是不是 对不对 其实大哥真的很赏识蔡健雅 在过去呢 大哥留在北京西酒吧 有什么地方 他就找第1次第1场就指名要蔡健雅去表演 他就找第1次第1场就指名要蔡健雅去表演 对不对 而且一直以来 大哥也这样的提醒我们的汤匠 谢谢大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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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什么要安慰他呢 对对对对对 不要再安慰我不敢再哭了 谢谢 谢谢你今天来我就很开心了 对 因为大哥一直都很挺我 然后 从从以前到现在 就是很 很庆幸 有像大哥这样 就是像老师 像朋友 像 像 对 还有 还可以包人 煮 煮意大利 也是很不松 像水 两样 而且 大哥真的很可爱 因为我们印记 一个红酒包都跟圣诞树一样 对 是大润方 好 就一个就是 圣诞捷印紧商品啊 谢谢大哥 我們再次謝謝大哥 真的體鞋後勁不理於力 謝謝你那麼喜歡大哥 謝謝 會這樣這樣 然後我就會臉紅 這樣 大哥自己也很有雄男魅力 他有沒有被他電到 就覺得大哥 就是我覺得 我看大哥就像很多 很多我們 女人就是 就是看那種很有才華 很有 很有男人味的 就是會欣賞 從一個距離去欣賞 可是跟大哥的失交其實也蠻好的 剛剛有說到還煮宵夜 然後去過你的香歸 就那一天 說一下那一天的情況 大哥怎麼會親自下廚這樣子 大家餓了 而且因為有三個女生 他應該他也心軟 然後看我們那麼餓 所以另外兩個是誰啊 另外兩個就是 就是一些圈內的朋友 但就是可能就做一些製作 對 那大哥有做過吃過你做的東西嗎 對 表情成功更好 好像 我忘了 可能我煮了 後來他是 大概是晚一點才到 所以好像沒有吃到 對 那大哥有這邊 跟你們一些餐廳嗎 就做一些那種 屬於什麼 呃 其實我覺得在那個時候 我身邊很多朋友都非常的關心我 但是可能大家都覺得說 以我的個性 就是他們會 會覺得我需要一段時間 去去處理自己的心情 所以每一個朋友都是那種 安安靜靜 就是可能在一個角落 然後可能偶爾會傳個簡訊就說 也不會說太多 就說 嗯 就加油這樣子 還是什麼 那大哥好像之前也有這樣講過 就是大家也沒有說太多話 他們 算了解我們 這樣子 調適 無法調適 我覺得就是需要時間 然後 呃 跟自己對話 跟宇宙對話 跟 所有 萬物都對話 然後 就是要 要找不同的方式 去釋放那個 那個情緒 對 所以現在每一次只要講 蝴蝶那個故事 你都一定會哭嗎 對 因為那個畫面太深刻 對 然後甚至說 其實 之前 呃 呃 之前發生了以後 後來我就 我曾經也有寫 寫過一首歌 然後就 也寫了蝴蝶這個故事 但是因為也是我親 就是從自己親口 去寫出來的時候 後來 呃 寫完那首歌就發現 我沒有勇氣唱那首歌 後來 呃 那個歌詞還是保留著 然後 呃 也有放在這張專輯裡面的 某一頁這樣子 那我覺得 呃 還是還是必須去去 面對這個感覺 只是我自己 如果照我自己 去寫一首歌 去 就是詞曲都是自己去寫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 還是 還是不行 這樣子 所以 這次很開心 就是 葛大維 有幫我寫到這一段 再說到愛 對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看一眼對愛 其實也有一種蠻深 是因為爸爸故事 所以愛 滿生的事 那認為愛就是 你再進行事 對 其實愛就是進行事 就是你不要 不要等 明天 不要等 就是不要後悔昨天 如果有現在有感覺的話 就是 珍惜每一刻吧 對 就是 盡量不要再提克 有任何的遺憾 還是什麼 這樣會進而影響 你對於 可能感情 有欣賞的男性的時候 會特別主動嗎 我覺得 我到現在 後來我發現 我還是一個比較 比較習慣 我是比較被動一點 對 如果就是 即使我很喜歡的男性 我應該也不會 很主動的去追 對 但是我朋友都說 這樣子 你很慘 對 因為沒有男生敢追 因為你太平衡 可是剛剛有說到 對愛要趕快勇敢說出來 沒有稍微就是 可能影響到 就是 覺得應該 可能男女之間的東西 是我不能勉強的吧 但是 其他的東西 我還是可以 真的用 現在 就是 愛是現在進行事的方式 去去面對 對 很好 那 娜姐有沒有給你一些什麼 就是 因為 對啊 像她現在就是一直 平常幫阿美做 那她有沒有幫你介紹一些 介紹 哦 娜姐 就每次碰面 他們很喜歡討論我這件事情 就是 怎麼趕快不找 什麼男人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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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那要不要介紹什麼 誰給他 這樣子 我就覺得 我的這件事情 就單身的這件事情 已經變成 就是大家吃飯的一個話題 就覺得 夠了 真的 夠了 不要 對啊 就覺得 好 越 那家越是討論這件事情 我越是 退 退一百步這樣子 對 可是娜姐真的很熱情啊 她沒有真的有介紹 她沒有正式的介紹 她很喜歡討論我們這件事情 她就說 哎呀 煮那麼好吃的麵 怎麼 就沒有人 就是 沒有人取這樣子 對 之類的 那些 好笑的話 但她實際上是還沒有介紹 意思就是希望娜姐能夠提出個人選 並沒有 哈哈 並沒有 對 就謝謝 謝謝娜姐的關係 對 這次兩張專輯跟 兩位歌王 周隆跟Eason 就是發展還蠻近的 會不會有些壓力啊 是 並不會 我覺得 我們都是愛音樂的人 那 其實 做音樂就是 要做自己愛做的音樂 然後 但環境的這些事情 真的是我們無法去控制的 那我像我 我這次就是發兩張專輯 所以 其實最大的 最大的 怎麼說 就是擔心還是什麼的 最大的壓力就是 大家會不會喜歡這張專輯 會不會 有所感動 呃 會不會有 有新的感覺 其實 對我來說 那個比較重要 而不是說 今天有 幾百個歌手跟我一起發片 因為 大家喜歡的音樂都不一樣 那得到感動 都是來自 世界各個角度 這樣子 yeah OK 謝謝大家